這次主播監視器畫面中可以看到 警察迅速的跑進停車場 重心壓低躲在車子後面 還不斷變換位置 這時警察更舉起手朝對方開了一槍 看著司機又連續開了好幾槍 這11名準備要逃逸的男子 被警察的連續開槍嚇了一大跳 只好緩緩打開車門 舉起雙手乖乖投降 警方也迅速衝向前 將男子上考逮捕 事發在新北中和31號凌晨1點多 警方接獲報案有嚴重糾紛 釣魚監視器後發現 發生糾紛的車輛就停在停車場內 警方到場時白車駕駛發現不對勁 準備要開出停車場逃逸 竟然在援警準備上前攔查時 企圖衝撞 警方這時才朝男子車旁開了11槍 成功阻止男子逃逸 順利上考逮捕 不過在追捕過程中 還有兩輛車遭受波及 警方也會積極聯絡車主進行賠償 以上最新的主播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階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式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